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看本期东西南北画面条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面条从来都是中国人新砍上的一顿饭 特别是在以面食为主的北方 从食材的选择到刀工的修炼 从火候的掌握到汤汁的口感 粗广豪迈的中国北方面条文化里 没有一处不与当地的历史 地理文化趣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这是一碗青白红绿黄五味俱全的面 如果你闭上眼睛去感受它的清香与温度 你甚至能从中闻到边塞风情中的豪迈味道 它属于兰州 如果你能脱口叫出牛大两个字 就会一定被认为是纯粹的本地人 是的 这就是文明中外的兰州拉面 兰州拉面的出现是我国西北饮食历史的选择 兰州城始建于公元前八十六年 名为金城 以为金城汤匙 因军事需要而设立 自古以来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 从明清开始 兰州便形成为汉 回 藏 蒙 等多民族聚居的格局 人口结构复杂性 要求饮食文化 具有大同的性质 因此 兰州清汤牛肉拉面 应运而生 因为清淡 味美 可口 经济实惠的大同品性 逐步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兰州拉面 以一碗面 而享誉天下 以肉烂汤鲜 面质精细 而飞升中外 兰州本地人 一般把兰州牛肉拉面 简单的叫做牛肉面 年轻人却把它叫做牛大 其实是大碗牛肉面的意思 听起来爽直又亲切 那么 民生在外的清白红绿黄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兰州拉面 做法讲究 悬料精致 力求色香味形俱全 清白红绿黄 是沉寂已久的五大历史招牌特征 也就是牛肉汤的色清气香 萝卜片的洁白纯净 辣椒油的鲜红漂浮 香菜蒜苗的新鲜翠绿 面条的柔滑透黄 活面时还要放入适量的蓬灰 这样能提高面团中 面筋的生成率和质量 这里的蓬灰 是用蓬蓬草烧制而成的草灰 而蓬灰的加入 不仅使面有了一种特殊的香味 而且拉出来的面条 爽滑透黄 筋道有劲 看看这一大团软面 在师傅手里反复倒 揉 再看他把面条两端对折 继续握住两端摔打 这个动作有个专业的词 顺筋 顺筋后就搓成长条 放在案板上 撒上清油 以防止面条粘连 然后就可以随着时刻的爱好 拉出大小粗细不同的面条了 拉面是一手绝活 手握两端 两臂均匀用力向外撑拉 然后两头对折 右手继续勾住另一端撑拉 撑拉时 速度要快 用力要均匀 如此反复 每次对折 称为一扣 细的均为七扣 毛细面可达十一扣 条细如丝 却不断裂 拉出来的面条光滑筋道 在锅里烧煮一下即捞出 柔韧不沾 有湿形容往锅里下面 拉面 拉面好似一盘线 下到锅里 悠悠转 捞到碗里 菊花瓣 拉面的过程可谓一彩分成 赋予观赏性 此外 蓝州拉面的形状 也是有趣的 他感性融通而随和 例如 女孩子吃细的 中老年人又偏好毛细 文化人知识分子爱吃九叶子 工人军人和猛汉 却偏爱宽的 甚至大宽 毛细是温柔 九叶子给你平静 宽的给你豪放 大宽让人威猛无野 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人造就了牛肉面的种种面型 而多样的面型 又塑造着蓝州人的涵养和性情 同样 煮面也是趣味十足 像极了高手过招 锅内的水要开且要宽 等面浮起轻轻搅动 将面煮熟 眼急手快 迅速捞到碗中 就可以加汤和牛肉 蒜苗等配料了 蓝州拉面属于汤面 一切味道浸在汤中 所谓清汤并非开水混盐 而是牛肉圆汤 桂皮 丁香 三奈等几十种佐料配置而成 这汤的轻味 自然醇厚无比 作为快餐 尽管蓝州拉面具有选料挑剔 做工精细 程序复杂等特点 它制作的最大特色 却是把大量的程序和工艺都放在先期准备中 制作过程完全采取流水线方式 从而保证了出面的速度 经过试验 从搓面到丢入锅中 出锅 加调料和肉 端出 总耗时可以控制在两分钟内 一个熟练的拉面师傅 每分钟可以拉面六到七分 这看似矛盾的制作 是不是同样很神奇呢 兰州拉面中有西北汉子敞亮的雄魂 而老北京的精味 却往往藏在红墙黄瓦之外的寻常胡同里 都说微臣之中藏有大千世界 当你看到那些熟悉的四方桌 大条凳 老队连 听着殿小二红亮的吆喝声 闻着浓浓的酱香 是不是不由自主的 开始怀旧了呢 你猜对了 我说的就是炸酱面 同样是北方的快餐面食 北京城内的炸酱面 相比之下 就多了一些咸适与精致的趣味 处处透着生活的巧妙心思 光是一碗面上桌就充满了戏剧性 一进面馆就能感觉到处处渗透着老北京的气息 从你迈步登街 就早有穿对筋衣衫戴瓜皮帽的店小二先连迎后 一声问候 便是清脆的吆喝 让客人立马心里一阵热乎 仿佛人在戏中 让你感觉是在旧时老北京的店里 还未吃面 便先品尝到了老北京悠然而畅快的滋味 落座之后 你再看宽大的殿堂 四周墙壁悬挂着著名民俗画家绘制的多幅画卷 再现老北京风俗 有燕带斜街 鲜鱼口 大石烂等明街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风貌 以及当年沿街叫卖果子干 盆糕 云豆饼的情景 老北京的韵味扑面而来 从桌椅板凳 到锅碗瓢盆 处处都是京城文化的博大精深 还没从历史的情思中清醒过来 你的炸酱面就要出场了 碗碰碗 叠碰叠 轻轻脆脆心里美 炸酱面七叠八碗一出戏 一刀刀一叶叶 萧萧坎坎鱼入水 刀萧面千姿百味样样全 东南西北画面条正在播出 炸酱面最有趣的地方在于 店家会将七种不同的蔬菜面板和炒好的酱分别放在小瓷碟内 再围放在托盘大碗面条的周围 当一同端到客人桌边时 店小二会先请客人示意 当客人点头同意后 边回答边娴熟快速地分次将面板遮入中间的一大碗面当中 同时 故意发出连续不断的碗碰碗 叠落叠的轻轻脆脆的碰瓷声 随即一碗五颜六色的过水面 伴着一碟子油汪汪的炒肉酱 盛放在客人面前 在春夏之交的傍晚 面前出现这样一碗面 简直是心旷神怡 纯正的老北京炸酱面 必定是手擀面 那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其实对于制作人的要求也算简单 首先要有力气 第二要有耐心 熟能生巧是句老话 可是真的把这两点做到家 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呢 和面要注意比例 将水慢慢地倒入面粉中 边放水边搅和 把絮状的面粉用力揉成光滑的面团 然后在案板上铺上干面粉 用擀面杖把面团逐渐擀开 边擀边伸展 一般擀到厚度在0.3厘米左右 就可以切了 将擀好的面叠成Z字形 放入一些干面粉或玉米粉 均匀地将面切成3到4毫米的条 为了避免粘连 切十几二十刀后 拎起面条头 提起来理顺放在一边 直到全部切完为止 接下来就是煮面了 煮面之前 要将生面条用凉水冲洗 面条煮好后 可以捞出锅直接盛到碗中 称为热条 如果是在夏季 就要放到城有冷水的大盆中 过一下再入碗 这样过了水的面 筋道而不硬 叫做过水面 蜀天吃过水的炸酱面 既便利又开胃 过水面古代称冷桃 可见这种有趣的吃法 在北方的民间也有数百年的传承 那么您可知道 炸酱面口味的精髓 酱是怎么炸出来的吗 接下来出场亮相的就是酱了 需要准备黄酱和甜面酱 两种酱的混合酱 比例按三比一来调制 最为适宜 然后按比例加入三分之一的水调和 酱加水调和之后 就可以下锅油炸了 现在一般都选用植物油来炸 这样更健康 至于肉 要选用肥瘦兼有的去皮五花肉 同时还要有容易煸出油来的肥肉 五花肉肥肉下锅前要切成一厘米建方的块 传统说法的炸酱要翻炸三百下以上 因为酱越炸越香 等到汤汁已收的时候 香喷喷的炸酱就做好了 关于北京炸酱面的菜码 有这样有趣的顺口溜 清豆嘴 芹菜末 豆芽菜去掉根 顶花带刺的黄瓜要切细丝 芯里美切几片 辣椒麻油淋一点 芥末泼到腊鼻眼 炸酱面虽只一小碗 七叠八碗 是面码 其中的精腔精味足以醉人 菜码当中 老北京最爱吃的恐怕要数白菜切丝了 拿出来拌着面吃 最是清爽 当然 蒜苗也是必不可少的 其他的菜码分别是黄瓜丝 红心萝卜丝 和超过水的黄豆芽 青豆 芹菜 他们的制作过程并不复杂 绿豆芽 白菜 芹菜 青豆 入锅超熟 红心萝卜和黄瓜切丝 蒜苗洗净后切成小段 将备好的菜码撒碟装入托盘 然后放入面 就可以上桌了 炸酱面的精髓之味 在于怀旧 从历史源头上说 炸酱面是京城满清文化的作品 清末 大多数八旗子弟家道中落 饮食上 也就难以太过讲究 但是为了维持排场 在吃面的时候 要放上酱 酱还要用油炸一下 这样色泽鲜亮 更能体现出酱的香味 然后加上时令蔬菜 拌入炸酱面 这样显得样式不单一 吃起来也更加别致爽口 以小见大 以凡化简 这便是炸酱面的由来 在中国人眼中 炸酱面尽管看上去极为普通 却早已成为北京的一个文化符号 它柔软 绵长 圆熟 带着传统都市哲学的四平八稳 但如果您要尝试一碗血气方刚 锋芒碧露的北方面 那请跟随我们的镜头 走进山西的黄土高坡吧 在这片黄土高坡之上 消灭的民间高手不计其数 这与山西隐身文化的历史之悠久 内涵之丰富 积淀之深厚 是分不开的 刀削面起源于十二世纪的山西太原 已有数百年历史 因在制作中全凭刀削而得名 刀削面制作方便 汤菜结合 工艺独特 营养丰富 此外 非刀削面 还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表演艺术 最快的削面师傅 每分钟能削出两百根以上 令人眼花缭乱 削出的面条形状像柳叶 口感内须外筋 刚柔并济 数百年来 刀削面在推陈初心的不断发展中脱颖而出 逐渐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品牌 号称面食之王 作为流行于北方民间的一种水煮面食 山西刀削面在山西省有着非常广阔的群众基础 刀削面柔中有硬 软中有韧 传统的山西刀削面 按技法可以基本分为 刀削面 勾刀面 砍刀面 剪刀面四大类 工艺各有千秋 做面食者可谓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 种种复杂的程序和动作 常常使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快 让我们来看看最传统的刀削面 是怎样削出来的吧 削面用的刀 要用一种特制的弧形削刀 看上去就像一块弯曲的铁皮 操作时 削面师傅拖住揉好的面团 对着汤锅擦擦擦削入锅中 一刀追一刀 一棱擀一棱 节奏流畅 削面时手腕要灵活 拖面要平稳 用力要均匀 所谓刀不离面 面不离刀 这样削出的面叶比较细 呈三棱形 柳叶状 面叶一叶连一叶 如流星赶月般 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落入锅中 汤滚面翻 似银鱼细水 看得人心头大快 有首诗这样形容 一叶落锅一叶飘 一叶离面又出刀 银鱼落水翻白浪 柳叶成风下树烧 第二种削面的技法是勾刀面 勾刀也是一种特制的刀 同样像是弯曲的一块铁皮 不同的是 勾刀的前端带有刀槽 刀槽内端上有一个小凸起 便于削面时 面欲凸起飞出 操作方法和刀削面相似 由削面师傅将面放在一块长50厘米 宽20厘米的木板上 木板前端用手抓住 后端抵在自己的锁骨上 另一只手用勾刀进行削面 勾刀削出的面细而长 是所有刀削面中最细最长的一种 呈粗细均匀的四棱形 看上去坚韧中有精致 别具一格 那么这把豪放的菜刀 是做什么用的呢 用菜刀也能直接削面吗 接下来的类型就是刀削面的前身 砍刀面了 它最大的特点是使用菜刀削面 要求每削一刀 手腕外翻让面飞出去 风格颇为豪放 在民间也有反砍面支撑 操作时 削面师傅将左手五指冰笼 掌心脱面 右手持刀 把面反砍出去 砍出去的面比刀削面略宽一些 砍刀面形状是三棱形 短 短 宽 厚 煮熟之后既可以浇炉 也可以过凉水后 与白菜等蔬菜炒制 其中炒制的味道更有特色 第四种类型叫做剪刀面 剪刀面所用的工具 就是剪刀了 操作过程也并不复杂 首先 将面活成可一手抓住的圆锥形面剂子 一手抓住面剂子 用左手的食指将面团卡住 并且还要不断地缓缓转动面团 另一只手用剪刀靠在面剂子上进行剪面 这样剪出来的面两端尖 中间圆 像是一条条小鱼 剪刀面面条吃起来非常劲道 可以浇卤食用 但最好是过凉水后炒制 炒制后的剪刀面口感香醇爽滑 除了天下无双的刀工之外 山西刀削面的特点还在于其调味 也就是俗称的焦头 刀削面的调料一般分为炸酱 打卤 煎炒 窜炉等 有几十种之多 这些调料讲究荤素搭配 如果吃食再加上山西老陈醋 不仅味道会更加鲜美 而且更具有养生功效 如今刀削面焦头的选择面也很宽 白菜 茄子 西红柿 凡此种种 客人喜好的白种菜肴皆可纳入 有诗说 世界面食属太原 山珍海味难比仙 卫压神州南北地 舌上惊为 开上天 山西人口味浓厚 博彩重肠 荤素皆宜 很有不拘一格广开思路的大家风范 一门厨艺的生命力 正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升华 吃一碗北方的面 往往是口服与眼服共享的过程 从千丝万缕的兰州拉面 到油汪汪的北京炸酱面 再到手起刀落 上下纷飞的刀削面 手艺厨艺面面俱到 不断给四面八方的时刻 带来新的惊喜 好了 本期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和信息 可以登陆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